男女大不同今天要聊什麼呢 我們要來聊健身 這幾年健身真的已經變成是王道 以前其實健身還沒有那麼風行 但是這幾年大家都一直強調 很多醫生都一直跟你強調 肌肉比的重要性 甚至是長者也希望他們要加入重量訓練 把自己的肌肉練多一點 因為肌少症是非常多長者 可能各種不同疾病都跟這個有關 所以健身就變得是一種全面運動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 男生跟女生的健身都是一樣的嗎 也就是你看到男生做這些項目 女生也可以做嗎 當然你第一個想到啊不一樣啦 重量就不一樣嘛對不對 怎麼可能我怎麼可能拿的跟男生一樣重 只有重量的差別嗎 還是其實在訓練的方式 也可以不一樣或是也需要不一樣 或是同樣的強度同樣的項目 但是我們做出來的成果就不一樣 這是不是也是男女大不同 我們今天就邀請到這一位 最近才剛出了一本一分鐘健身教室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粉專 我相信我們的聽眾朋友 我們聽眾沒有太多都喜歡健身了 所以你一定都有follow他 那最近還有出了一本書 Dr.史考特 史考特醫生的科學增肌減脂全攻略 我們就邀請到這一位作者 史考特是復健科醫師 那他本名姓王 不過以史考特走跳江湖 現在就讓我們掌聲歡迎史考特醫師 哈囉 各位聽眾大家好 主持人你好 我看你之前自己的介紹是說 你從在醫學院的時候就開始迷上健身對不對 對差不多十年了 就是從學生的時候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間斷 你好年輕喔 十年前還在醫學院 欸我跟你說喔 我真的很早很早就開始健身了欸 你知道我開始健身的年代是 欸我看看喔 民國九十年是不是很早 哇那也是很 現在是一百一十年對不對 所以二十年前 那個時候全台灣第一間加收健身房 在在那個叫什麼中央東路嘛 就在就在什麼 統領旁邊嘛 我那時候就加入成為他的終身會員 可是你知道在那個時候二十年前喔 我在健身房裡面做這樣重要訓練 其實女生非常少欸 對啊沒錯其實即使現在 女生還是占少數 哪有 現在女生好多喔 我覺得 對跟那個年代差很多對不對 對所以你知道那時候我就是屬於少數的異類 就是會在那裡做健身 可是我真的我真的覺得好奇怪 真的是年輕 那時候好快喔 我說的很快就是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就可以看出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腹肌的那兩條線可以看得到了 所以我覺得年輕年紀可能我一直覺得年紀會是一個影響喔 然後我一直覺得男生女生真的也是會不太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男女大不同 但因為今天主要是要來聊就是男女健身的不同 你先回答我們這個問題 男生跟女生同樣的健身項目是不是都適合 然後能夠達到的效果是不是都一樣 首先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就是男生女生在仙間上一定是有差距的嘛 這個大家也是不可否認 就是男生平均的體重會比較重身高會比較高 研究是發現說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平均起來啦 大概女生的肌肉量是男生的三分之二 大概66%左右 那以前是有一個說法喔 就是說就是女生練啊都不容易練壯 因為女生沒有雄性素嘛 那就是男生才有雄性素 所以男生可以練很壯女生沒辦法 但其實後來大家發現這是一個迷思喔 就是舉個例子來講 女生的雄性素的含量是男生的十五分之一 女生幾乎沒有什麼雄性素 對 可是我們剛才才講到女生的肌肉量是男生的三分之二啊 並沒有說真的肌肉量也變成十五分之一嘛 對 那所以說其實人不是一定要雄性素才能長肌肉啦 另外一個例子是說齁就是說有些研究它是讓男生女生去接受一樣 非常紮實連續練三個月都在健身房裡面有人教練監督 很辛苦的訓練 那其實不管是男生女生他進步的幅度大概是差不多的 就假設說男生長了10%的肌肉那女生差不多會長10% 那有些人會說啊不對啊 可是為什麼就是路上好像很多很壯的男生有沒有 啊女生好像沒有那麼常見啊 那當然這幾個因素 其中一個是齁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說齁男生原本有100塊錢的肌肉 那女生有50塊好了 那我們一樣把這100塊拿去投資 後來投資賺了50% 所以男生就從100塊變成150塊 那女生就從50塊變成75塊 所以因為一開始就有差距 所以其實我們獲得一樣程度的進步 看起來男生還是會大肢很多長很多肌肉 那女生其實進步的幅度是一樣的 那只是因為他的起跑點就比較後面一點 所以看起來就之後沒有長那麼壯 其實你知道嗎 我一直覺得男女在健身上 最大的不同 是男女的期待就不一樣啊 你知道男生就是想要練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我也不覺得那一定很好看 可是男生就是喜歡練的一塊一塊 你也有一塊一塊的啊 你也有一塊一塊 但是我覺得在就是怎麼講 就是當然我覺得你的你的是好看的 可是有一些那個真的是到大雞雞的那種 我所有就是那個肌肉真的很大塊 那種我們自己看都覺得很害怕 感覺是一頭熊朝我走來 以前我在那個健身房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好多熊在那裡移動 你知道嗎 可是女生其實在健身從來都沒有 大部分啦 我覺得90%以上 我甚至可以叫99% 都沒有人想要練的 看起來有很明顯的肌肉 他們想要看起來線條好看 我覺得這很重要 你知道我認識一個那個 在南台灣非常有名的一間整型 整型診所的院長夫人 有一次我跟他聊天啊 他就是50歲之後開始瘋狂健身 每天都上健身房 然後每天都是一對一的健身教練 但他說呢為什麼呢 他只是希望就是他覺得肌力很重要 肌肉不能流失他有這個概念嘛 因為畢竟兩個人都在醫界嘛 可是他卻非常怕就是有肌肉線條出現 他有那個線條出現他都會怕 所以你知道他都在做什麼事嗎 他只要練練練 線條一跑出來 他就叫他老公幫他打掉 打肉毒喔 對 我就知道 你說是不是很變態 我就說 他就練了很辛苦之後 因為肉毒把他打掉 這樣不是 那我就問他說 姐那你這樣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他說沒有啊 他說我練身體 只是為了我希望我可以吃個 因為我很 他說他非常喜歡吃美食 他很愛吃甜食之類的 他說這些東西吃多了 他說你就是新陳代謝變慢 你就是會變胖 就會堆積成脂肪 所以他需要做很多的這種肌肉 肌力的訓練 讓肌肉比增高 所以去做這樣的訓練 可是他不想要任何線條 所以他就是每天練 他每天他說他一個禮拜喔 最多做只休息一天 然後但是他大概 我覺得很認真 很認真 然後每個月打都要打 反正你知道 反正自己家打 自己家打不用錢 你知道嗎 所以你說 這我覺得男女健身 最大的不同喔 就是為什麼 我覺得我要 我要支持一下 史考特醫師現在所說的 這個就是 呃 女生不是不會練成這個 肌肉的體質 而是因為其實女生在訓練的時候 他其實給的目標也就不太一樣 對不對 就我們其實是希望健康 但是我們不想要自己看起來 像金剛芭比 但是以前有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女生一練練成金剛芭比 就很難看 所以其實你也有在 臉書上面跟大家說 不用擔心 不用太過度擔心 對不對 就是我都是用這樣的比喻來說啦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很努力的賺錢 然後看30年40年投資也非常的聰明 都沒有做一些不恰當的投資 他可能會變成很有錢嗎 他可能變成千萬 甚至上億的身價 可是這種事情 不太可能會意外的發生 就是我們不可能說 突然隔天 投資工作就變成億萬富 不太可能 其實肌肉生長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一個人他如果非常刻意的 就是每個禮拜練六天 然後吃很多蛋白質 然後營養睡眠什麼都非常注重 他要過個三五年 或許真的會變得很多肌肉 甚至像我們在健身房看到 這種像熊一樣的男生 大概都練十年以上 這個沒疑問 但是有沒有女生可能說 如果去健身房練個一個月兩個月 就變得太大隻 這幾乎不可能做到的 就像我們不可能因為工作投資很得當 就一息致富一樣 這個都是要很刻意 而且時間要很長的累積 才有可能達到的 所以一般的女生真的是不用擔心 所以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從第二段開始 我就會請這個蘇卡爾特醫師 針對這個男女有別的部分來仔細說 因為他是醫師的背景 所以他其實可以從很多 比如說內分泌 或者是成長激素等等 來做一些男女老少的一些變化 來跟大家清楚的說明 我覺得就是非常有科學根據 那不過一開始其實這邊我還是要先跟大家推薦一下 你最近出的這本書 恭喜恭喜 銷售量很不錯 然後其實你是復健科醫師 所以你從醫學院開始迷上健身一定有個契機 對不對 那個時候就是跟朋友打籃球 因為籃球有一個對抗性的需求 就是你要扛得住人才能搶籃板 是不能被撞就飛出去 所以他就知道說我們要練撞一點 讓身體有利一點才能打球打得好 對其實是這樣開始的 嗯 那為什麼現在會變成就是 對於這個你真的是迷上健身 然後開始跟大家 一直分享 像你的那個粉專 一分鐘健身教室對不對 這是粉專加YouTube對不對 都有對不對 對 所以你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決定 就是除了你復健科本科之外 你要用各種方式來跟大家分享正確的健身觀念 嗯其實甚至是在我選護健科之前 我那時候在當替代醫的時候 我就下這個決定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們台灣一下子健身的風潮變得非常新生 但是我覺得知識面還沒有跟上來 那個時候我印象蠻深刻 就是像我自己如果要學一些健身的知識的話 等於都是看一些國外的健美雜誌啊 或者像台灣有一些論壇 嗯那老實說就是都是經驗分享啦 都是經驗傳承 比如前輩怎麼練我們就怎麼練 前輩怎麼吃我們就跟著吃 嗯那因為我是醫學背景嘛 所以我們知道說其實有些事情 好像不是用他人的經驗就可以來得到最好的答案 有時候還是要參考一些科學的數據啊 研究有實驗的精神 嗯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一些觀念 我覺得說欸好像這個觀念還有更可以補充 可以加強的部分 那我就會針對一些時下就是我看到的迷思啦 嗯去提出一些討論 那欸沒想到也就大受歡迎這樣子 嗯那其實是我做了這件事情以後 真的覺得說啊我對這個很有興趣 那後來覺得說啊我我醫學的次專科 選一個跟運動最相關的 然後來去復健科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是因為很愛健身 所以決定去選復健科 這真的也非常搭配 因為你健身 健不好就很有可能要去復健科啦 這這也就是一條龍 一條龍的為大家服務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再跟思考特聊更多 我我我因為你我很喜歡這本書啦 那呃但我們今天主要談男女有別的部分 待會兒我們其實穿插一點點運動迷思 健身迷思 就是你這本 呃一分鐘健身教室2 這是第二本囉第二本了 那的一些概念也把它帶進來 因為其實裡面提到的一些東西也一樣跟女生有一點點關係 好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喔 男女大不同我們來聊聊健身瘦身這件事情的男女大不同 呃剛剛有講到今天我們的來賓是復健科醫師 史考特醫師 那史考特他除了自己有自己的復健科的呃診所之外呢 他很早很早就在網路上透過不同的社群方式跟大家分享 呃健身瘦身的一些知識還有正確的方法 所以呃我們剛說的這本新書一分鐘健瘦身教室其實已經是第二本了 那呃出到第二本那第一本跟第二本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嗯其實兩本都是針對於時下一些我認為最常見的迷思去做出探討 那我舉幾個例子就是我第一本書裡面有幾個議題啊 像是在講說局部瘦身 嗯那個時候我看到很多健身房裡的女生啊 會拿一個粉紅色的小雅鈴去做那個拜拜秀的運動有沒有 就是往後對想要讓手臂看起來緊實一點 那我就在第一本書中提出討論說他其實這些局部的運動是沒有辦法造成局部的瘦身的 嗯我們身體要瘦的時候基本上就是全身上要一起瘦 嗯有些人會先瘦手有些人會先瘦腿那這個是先天決定好的 我們大概沒辦法用運動的方式來幫他真的喔 那這樣子令人好絕望喔 是唯一的方法就真的只有醫美啦 這點我也要承認就是醫美可以做到局部的健康 這同樣也是你這一本 嗯一分鐘見瘦身教室欸我跟大家講一下喔 因為史考特醫師他的粉磚跟他的書名有差一個字 他的粉磚是一分鐘健身教室 但是他的書名有多一個瘦喔 所以是一分鐘見瘦身教室 不過你只要去查Dr.史考特你都一定會查得到他 那像你的這一本喔第二本一分鐘破解健瘦身迷思裡面 就有一點是很多女生的痛共同的痛處喔 也是我們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跟男生有這麼大的差別 女生是不是真的比較容易胖屁股跟大腿 是真的 我們診所然後有一個機器他是可以做全身的這個上下的掃描 然後當然女生跟男生來看 就是說我的脂肪多少肌肉多少 想要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 在那個掃描之下喔 那個脂肪肥肉分布喔一覽無一啦 是躺著進去的那一種嗎 是是是是 它是用一個很很弱的X光線 那個我知道 欸那個機器很少耶 是沒錯 它是用來做骨質密度的 但是我們診所的是可以拿來掃描 脂肪跟瘦肉的 對對對 那真的沒錯 就是就像童文剛才講的女生喔 就是屁股跟大腿喔 那個明顯那個肥就是不是肥肉 黃色的那層 就是比較多 那男生也是會胖 男生絕對也會胖 但是胖都是放在肚子 真的對不對 那個醫學上有 有這個西洋椅跟蘋果這一胖 是差啦 就是女生喔 就像身體像西洋椅一樣 都是下半部比較寬 那男生都是在中間這個腰的地方比較寬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喔 這個真的是跟先天的這個基因有關係啦 像我們剛才說的全身上下的脂肪其實長得都不一樣 那女生的脂肪細胞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在臀跟腿的部位呢 它受到磁激素的影響 它會特別容易堆積脂肪 男生沒有磁激素 男生就是肚子特別容易堆積脂肪 我舉一個例子喔 就像我們存錢啊 我們可以存在活存的戶頭 我們也可以存在定存的戶頭 對 那對於女生來講 我們屁股跟大腿的這個脂肪 就很像定存的戶頭 就是你存進去很容易 你要拿出來就有點痛苦 相對來講 男生的定存就在肚子上 也是存進去很容易 他拿出來不容易 所以女生要瘦的時候 有時候都先瘦手 先瘦胸部 先瘦臉 就是瘦在我沒有那麼在意 或是不想瘦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這些地方是我們的活存 那屁股大腿總是最後才瘦 這個是因為他不容易釋出脂肪 就好像定存一樣 要解解不開 那我有辦法解定存嗎 所以要解定存齁 真的就是變成活存要用完 你真的沒錢了 這個時候才會 沒辦法只好解定存 所以我常說的就是說 必須要全身一起瘦 那如果說先瘦胸 先瘦臉 那很抱歉沒辦法 我們就是要等這邊能先瘦完之後 大腿跟屁股才會開始用 所以我們剛剛就講到這個女生的身材 跟男生的身材 定存部位不一樣 這就是男女不同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所以如果在這樣子的一個先天的情況之下 我們究竟要怎麼樣可以打造比較適合男性跟女性的健壽生的一個計劃 當然首先需要一些迷思的破解 那我們有找到其實 史古浩特在網路上其實有很清楚的有一篇就在聊女性不容易練出肌肉 然後打個問號 那裡面其實有講到就是你剛剛一開始有講到 但是同樣的就像我們今年新發展出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非常好用叫滾動式調整 就是有關於女生重量訓練到底會有什麼影響 其實這個觀念也一直都在滾動式調整對不對 我這邊想要提出一個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驚訝的點 就是在我的觀念裡男生跟女生的運動跟飲食其實基本上是沒有差的 就是男生怎麼練女生就應該可以怎麼練 男生怎麼吃女生應該就可以怎麼吃 那很多女生聽到說 喔不對啊我不想要變成熊一樣啊 我不想要變得那麼壯啊 那我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第一點我們其實不管是男是女 要練成熊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那就像我們剛才講的你不可能一夕之父嘛 那個熊一樣的體態真的都是十年以上的苦功 就沒有休假過年都在練才會變成那樣 那第二點就是說其實像我們男生會練到那麼壯 我覺得有一部分啦像現在我們這個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 很多這種業餘的運動員職業的運動員都使用一些體能增強藥物 像之前俄羅斯他們的奧運代表隊 就是因為濫用這些藥物而被整個取消資格 所以他們今年才會叫ROC嘛 對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就有個有趣的現象 就是大家如果看喔 就比如說70年前的這些練得很好的男生 跟今天我們是看到這些猛男 那長得很不一樣 就是70年前你就覺得很壯很壯 但是拿到今天來看就覺得說 哇這個看起來好像差蠻多了 那是因為我們這70年之間訓練方法還是飲食運動變更好了嗎 當然有啦沒錯 但其實最主要的差別還是在藥物上 所以我其實認為說這一層的原因啦 就藥物的影響了我們的觀感 很嚴重 就很多女生都覺得啊我是不是很容易就變成練成像金剛芭比啊 像那個健美選手一樣其實不會啦 那些人多半都是有用一些藥物來輔助 可是你知道這個我對不起我要先提出我的疑問喔 你知道就是我女兒小的時候開始學游泳啊 我就一直很擔心他會變成虎背熊腰 就是你知道就是覺得那個 因為我們看到有很多游泳的選手 他的肩寬還有那個背胸背這邊是比較厚實的嘛 那我就覺得那個就很像 然後教練就一直跟我說我想太多 他說你想太多了 他說要練成那樣你知道需要多少的那個努力嗎 他說你不是照選手的方式練是不會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這個也是一樣嗎 因為我我後來發現就是我有一些同學他們是笑 就是可能是很愛游泳 然後有就是有參加過游泳校隊的女生還是一樣有變成那個樣子啊 是我舉個例子就是大家有看過彭于彦嗎 他其實健身非常認真 然後就是身材也非常好 對 那他我記得最近看到一張就是他的那個沙龍招就是想打拳擊 然後上半身沒有穿衣服 然後就是非常精壯 因為我常常去看他一些受訪啊 在演戲的時候 你其實你不會看他平常的樣子會想說他這個衣服現在有這麼多集 對衣服穿起來真的看不出來 這個最明顯就是韓劇啊 你知道韓劇的男生穿起衣服來喔 都是斯斯文文的 但是每一出都一定要安排幾個鏡頭 就是他們他們從浴室出來可能側上半身 就裸上半身的時候你就啊 整個口水快流出來 覺得說怎麼肌肉這麼好看 嗯這個我們叫做穿衣顯瘦 他脫衣有肉 就是說你穿上衣服的時候你好像不會覺得他特別壯 但是脫掉衣服就好多肌肉這樣子 就我的觀念裡喔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健身 你有適量的肌肉 然後體脂肪還低的時候就會像這樣 那虎背熊腰其實女生啦 有兩個可能性就是他真的練很多 像我們說校隊啊職業運動員 這個他當然是因為肌肉很多這沒有疑問 但是不好意思跟大家這樣講啦 其實大部分喔 運動沒有那麼多 但是覺得自己虎背熊腰的女生 其實多半是因為體脂肪比較高 你是因為胖嗎 好殘忍喔 像很多有蘿蔔腿困擾的女生 有時候來求診 我之前就遇到這樣的病患 所以醫生我小腿怎麼都水腫的很厲害啊 然後我就幫他掃掃音波說 你這個是皮下脂肪比較厚啦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 對我是覺得說大部分的女生 在你真的是像那個校隊一樣很認真的訓練之前 我想其實第一要誤 如果不想五倍熊腰的第一要誤其實是減脂肪 而不是避免運動 嗯 所以在訓練的部分 剛剛我們有講到就是 其實男女不同的部分 在思考特醫師的這一篇文章裡面 第一個有講到內分泌對不對 內分泌的部分就講到男女有別 剛剛前面也有講就是說 女性的熊性素是男性的十五分之一 但是但是肌肉量其實其實並沒有 所以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看到一個還蠻有趣的是 呃你有一個表格是男女肌肉的肌肉量的比較 就是男生確實高一點啦 大概六十二點九 那但是女生也有四十二點九 對不對 那但是但是呃熊性素的分泌還蠻有趣的 是運動前運動後的男女熊性素的分泌比較 這個就很明顯的有不同啊 對不對 對對對 男性在運動之後啊 他的熊性素分泌的會比較高 顯著的上升耶 顯著的上升 但是就是因為女性的量少嘛對不對 可是你說上帝幫你關了一道門 一定會再給你開一扇窗 女生雖然沒有熊性素 就是說你想要呃練肌肉 感覺上好像比男性吃虧 但是我們卻有另外一種激素也可以用 叫生長激素 嗯 好我們來看一下生長激素 嗯 其實我在這幾年是觀念有一點轉變啊 就是我舉兩個有趣的例子 最近奧運剛比完 嗯 我們就是我們的郭欣純非常厲害 拿到奧運金牌 那呃 以這種精英等級的奧運舉重女子選手 我們去測他的那個熊性素 嗯 跟一般沒有練的女生其實是一樣的 意思是說哇你可以舉起體重兩三倍的重量 舉過頭 嗯 練到這麼強 熊性素其實還是跟一般女生一樣啊 沒有增加 所以其實女生練肌肉是不需要仰賴熊性素的 嗯 那其實男性也有類似的一個例子喔 就是說有些 有些男生得了攝護腺癌之後 醫生會建議他做那個 等於說是把熊性素阻擋起來的療法嘛 因為熊性素會刺激攝護腺癌 那所以有些老年男性啊 就是因為這樣就等於說他沒有熊性素了 那讓這些老年的男性去練重訓之後 他一樣也可以進步啊 一樣也可以長肌肉啊 一樣可以變狀 所以現在我個人認為說熊性素對於肌肉生長來講 是比較次要的啦 就是說 其實女生即使說沒有熊性素的男生 其實練習也都還是可以變狀的 嗯 那我是覺得說一般的女生不要認為說 就不要忘記肥薄啦 如果你在恰當的訓練之下 還是可以長肌肉的 那在同時 這也沒有這麼簡單的 這個要花很多年的時間 才能夠累積出來一些成果 應該是說啊 從那個肌素的分泌來看 生長肌素這個女生在運動之後也會有 但男生也會有 所以就是說你的觀點就是說 嗯其實肌素的分泌分泌占的這個比例沒有那麼重 就是沒有沒有這麼決定性的影響 就是你用正確的方式 其實你希望能夠增加肌肉的這種比例 還是會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應該是這樣說 對不對 那好那呃 待會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就來看看 那如果說在這些不同的情況之下 男生女生在訓練 應該要有什麼樣 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比如說女生你建議怎麼去做 激勵的增強訓練 強度 那男生又怎麼做 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來 男女大不同 我們請到的是 復健科醫師史考特 來跟我們聊聊 兩性增肌減脂的一些迷思破解 那其實今天的主軸就在於 女生增加肌力 其實增加肌肉沒有比男生困難 但是當然也沒有比男生容易 那從很多很多的數據 因為醫生總是就是非常有科學的 實證的經驗 所以你有很多的數據讓我們看到 確實是如此 那其中有一個我覺得也蠻有趣的是 在美國馬里蘭州的大學做的一個研究 他好像給這些年輕跟年長的男女 總共四組人 讓他們接受半年的重量訓練 每個人都是一樣的耶對不對 一模一樣的 哇好厲害喔 年長的也可以跟年輕的做到一樣 就是 所以其實是OK的對不對 很OK而且很必要 我認為現在我們的社會快速老化 重量訓練真的是一個非常必要的 大家都要做的功課 對 然後這上面 就是老年人 上面就寫得很清楚他們的菜單喔 比如說每週練三天啦 訓練項目包括哪些啦 然後像這樣的地獄生活 那是會寫好笑你寫的 地獄生活過了六個月 就發現四組人的身體的變化很有意思耶 可以請史考特跟我們講嗎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二乘二嘛 這是老或年輕 男或者是女 所以我們有四組人 對對對 其實在這個六個月的訓練之後 大家增長的肌肉幅度都是差不多的 其實就是大家都有進步 而且進步的幅度是大家不相上下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其實年輕的女生進步的幅度 還算是最高一點點 喔真的喔 但是這個沒有在統計上有顯出意義啦 所以基本上是一樣 所以我是希望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都不要放置肥薄喔 只要在認真訓練之下 我們一樣都是可以長肌肉的 那我我還 但是嗯 所以這個應該是說破解 就是說女生這個肌肉 比較比較難練肌肉的 或者是年長者比較難練肌肉的迷思 但重點是說 不同的年齡跟性別 我們在做重量訓練 或是做肌力訓練的時候 要有不同的方法嗎 嗯 其實這也是好問題喔 就是大家會想說 我是年老的人啊 是不是應該要練比較不一樣 練比較輕鬆的喔 嗯 當然就是不對 其實不管 像我們剛才的研究裡面 就是不管男與老少 他全部都是用同一套課表 那打出來的成績 就差不多都一樣 嗯 那不管是男與老少啦 其實我都建議說 以多關節 然後持續增加重量的方法 來訓練 舉個例子 什麼叫多關節 就像我們做深蹲 我們深蹲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他同時運練到我們屁股 大腿小腿 核心軀幹 所有的肌肉都一次練到 那相對起來 我們剛才講的拜拜秀的運動 拿一個粉紅色小雅鈴 在這邊動我們的手肘 等於說大概只有手臂的肌肉會用到 那就比較是單關節的運動 嗯 那我建議大家如果在選擇的時候 我們不管是男生女生喔 都盡量選擇這種 深蹲啊 硬舉啊 一次用到很多肌肉 對 的運動 會比較有效率 增肌的效果也比較好 哇聽你這樣講 我覺得我真的是大大的誤會 我的健身教練 你知道就是我之前找他 因為我後來有 我後來確實是有受傷啦 所以我就停了蠻長一段時間 那一段時間蠻痛苦的 那時候我在找我的健身教練 做訓練的時候啊 那他就幾乎 我就覺得為什麼幾乎 所有的那個訓練啊 就是 嗯 你知道女生去都會這樣講說 欸我想要練腹肌 我想要那個比基尼線喔 然後我就覺得為什麼他都沒有 他的每次每次菜單都沒有練腹肌的地方 就是就是那個菜單怎麼都沒有練腹肌 他就說其實你做這些全身訓練都有 就是都是在訓練核心 他就這樣講 後來他有一次就講 他說因為後來跟他比較熟了 他就講說他說他最受不了女生 他說女生每一個來都說 要練要針對腹部練習 他說但是沒有 他說不可能針對腹部 他說一定要全身性的練習 你腹部就會有 你就會有不同的感覺 他就說真受不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包括 包括像是你剛說的硬舉啊 嗯 我也非常痛苦欸 我一直覺得硬舉你就是 你就是搞死我嘛 而且我沒有要 我沒有要練肌肉 我沒有要練 我覺得硬舉你就是 練我的腿跟手啊 可是我沒有想要練這些地方啊 但是我現在這樣聽你講 我覺得嗯 我誤會他了啦 就是他真的是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像我之前在粉絲 粉絲場上有破一張照片就是 就是我看得出來 我有腹肌 就明天六塊 但我也從來不練腹肌 幾乎不練腹肌啦 不能說完全沒有 就是我是 我的菜單裡面是 沒有腹部的訓練 嗯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 欸思考這裡你有腹肌耶 你都怎麼練你的腹肌啊 可不可以菜單分享一下 嗯 我跟他講說 我是有練身動音舉握推的時候 他都很驚訝說 蛤 什麼 為什麼 怎麼可能 嗯 但其實這個是 有在練的人都知道的事情啊 就是說當你的飲食 讓你的就是飲食 運動都有到位的時候 嗯 但是你不用特別鍛鍊腹部 你都會有明顯的 麻甲線穿字 對啊 因為我的教練就講啊 他就說 腹肌不是練出來的 腹肌是吃出來的 欸很正確 這個在我第一本書中有講到 對 所以他就覺得他很煩 每一次 因為大家的觀念 欸你看喔 所以我覺得史考特是很重要的 你要多多推廣這種觀念 否則健身教練們真的覺得很困擾 因為他們同樣的話可能要講八百遍 真的是 而且很多真的很多很多的迷思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就是迷思 對不對 就是你第一本裡面講的迷思 所以我們就來講 因為我們的聽眾朋友有很多 男性女性都有 那年齡層分布也很廣 我們也有蠻多五十幾六十幾 七十幾歲的長者都有 那如果說我們邁入中年之後 你知道我都覺得現在的觀念應該是 以前都說古本你要提早存 我現在覺得肌力更要提早存欸 對不對 是啊沒錯 那如果說邁入中年之後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建議 兩性做不同的保健運動或飲食攝取的 如果講最簡單的就是說 我們進入了中年甚至老年的時候 我們最怕是肌肉流失 肌肉流失不僅會影響我們的行動力 肌肉也是一個重要的代謝器官 如果肌肉很少的話 那個吃完飯之後血糖沒地方去 就高起來變糖尿病 所以我對於中老年人最簡單的建議 就是我們要常運動 而且是要做有重量的運動 然後我們多吃一些蛋白質 舉個例子我們在散步打太極 或者是去公園 就是摔摔手 這個都是很好的運動 但是我們肌肉如果沒有得到 足夠的外在阻力的話 它是不會求進步 它不會進步的 我們人都是這樣 包括我們的就是比如說小孩大人 不給他一些壓力 他是不會進步的 不會想求改變 我們肌肉也是一樣 我們就像肌肉痠 他覺得累 他覺得說我真的不行 我一定要把自己變強壯 去應付下一次的訓練 他才會長起來 所以我是建議說 我們中老年人都要做一些這種 重量的運動 因為我爸爸 我爸爸也六十多歲 他可以蹲超過一百公斤 所以 是啊 他那天蹲一百給我看 我都會嚇一跳 好厲害 是你先開始 然後影響他嗎 對 一開始是我影響他 後來就是我們後來沒有一起住了 然後我就送他們 送他們兩位一套重訓器材 幫他們放在家裡 都布置好這樣子 然後我稍微就是跟他們講說 大概怎麼練 很認真的練 那現在已經蹲到很不錯的成績了 超強耶 因為 對對對 我媽媽也可以也有在練 他的成績也相當不錯 所以 我覺得真的是要從身邊的人 顧起來 就是這個良老的健康 真的是我小孩的責任 那他們這樣子做訓練之後 他們身體上有什麼明顯的 感受上的改變嗎 那我媽媽是從年輕就是一樣 就是可能在瑜伽教室跳油氧 跳抗蛋 那他年輕的時候膝蓋很不好 他曾經被醫生跟他講說 你去不要運動 因為你膝蓋低到退化 那時候他可能才40歲 那他是跟我講說 他做完重訓之後 覺得膝蓋都好了 就是都不在傳統 上下樓梯也都非常的輕鬆 還有一個點他很喜歡的是說 他以前他的肩頸非常強硬 還有我爸大男人 用手肘去幫他按 他才有辦法覺得比較鬆 他說開始練之後大概幾個月內 他就完全沒有這個需要 他現在完全不需要人在幫他按摩 所以這個他在身體上就很快 就得到了一些這種有感的好處 所以他現在是非常規律在訓練 我覺得那個膝蓋不好不能做重訓 也是一個迷思 沒錯 對這個 可是這個還是 但前提是你不要自己亂練喔 你要在這個有經驗專業的人的指導之下 其實真的沒有說膝蓋不好不能練重訓這件事情 而且反而其實會讓你的 尤其是你知道膝蓋不好 然後你就不敢用下肢的人 其實肌力退化流失的會更快 所以其實還需要靠重量訓練 比那個什麼跑步 你膝蓋不好還真的不要去跑步或爬山 但是你應該做重量訓練對不對 你看我的觀念很正確 非常正確非常謝謝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大眾喔 現在真的大概可能七八成以上的人 都還是保有那個舊的觀念 如果受傷了就不要動 老了就不要動 這個對於健康來講 其實非常不好的 其實有受傷或者是有膝蓋不好 或是年紀大 更是要重訓 那問題只是在怎麼練而已 不是要不要練 是要怎麼練 嗯 好所以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呢 跟史考特主要是針對 因為男女大不同的主題 我們在聊有關於男女健身的不同 但其實聽完之後你會發現 沒有太大差別對不對 就是說以再 對練肌肉的部分是沒有 只是 嗯 所以其實史考特後來有一個結論 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 如果你一定硬要說 男生跟女生就是有一些差別的話 其實有可能是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影響 就是 對就會覺得說 很多女性怕練太壯 是這個事情 這是我一開始所講的 就是說我們在一開始 設定的目標就不一樣 男生不會特別的去覺得說 欸我不要 我不要練壯 女生就是會很怕我不要練壯 所以你就會自己去改變那個課程 或是降低那個強度 反而讓你增加肌肉的這個成效 不如預期 我自己個人覺得是這樣 對照史考特寫的我覺得好像也是如此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自己的框架打破 就是你想要像郭信淳一樣 其實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的機會都沒有 哈哈哈哈 但是那個身體的限制還是在啦 但是我是認為現在很多人 比如說運動成績不如理想 其實有時候是我們內心的框架把自己框住 對 所以我們把這個框架打開 其實我相信更多女生都可以達到自己原本有的潛力 對 所以有關於健身瘦身這件事 男女沒有那麼大的不同喔 端看你怎麼樣去自己去實踐跟實行 那如何實踐實行啊 其實都可以去參考史考特 不管是他的YouTube或是他的粉專 一分鐘健身教室 或是他的新書 這是一分鐘健瘦身教室二 Doctor考特的科學增肌減脂全攻略 有機會的話來上我們禮拜三的單元 我們禮拜三有這個一同愛自己單元 我們很喜歡聊運動跟健身 就可以好好聊聊這本書裡面的內容 裡面光是這個迷思喔 我覺得就太多了 比如說這個不吃早餐 他會變胖嗎 這個一公斤的肌肉能夠燃燒多少脂肪等等喔 這其實都是你在網路上可能可以查到 但是有很多都是 可能是錯誤的迷思的 希望有機會再跟實考特聊天好嗎 再來幫我們破解更多的迷思 謝謝你喔 謝謝實考特